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记得有个事想跟他杀了你 你去 哎呀 啥事啊 哎呀 家门不幸 你家出啥事的 我心子找大姐儿 给永强介绍个对象呢 介绍对象 介绍啥对象啊 那永强跟小莫不过得好好的吗 哎 好啥呀 小莫啊 跟那王兵又连累上了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也希望这是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个现在他俩这又联系上了 那个现在他俩这又联系上了 不是管管你可别瞎说啊 小莫那还多好啊 他不能那样 还我瞎说啊 那你说谁老公没事讲究儿子媳妇啊 那小莫那自己都承认了啊 我这不认识让大姐儿给介绍一个吗 那他俩离了 没有 没离介绍啥对象呢 你这不扯犊子呢吗 那你说 不咱什么事不得提前做好安排吗 你万一他俩要真离了 你永强这都不抓瞎了吗 搁一边去 瞎介绍啥呀 我告诉你啊 就他俩离的话 你别来找我了 我不管 行了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 我也不找你了 你这刚离 还能给介绍个啥样的 我管和你啥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吉利啊 你看大姐 你咋能这么说呢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你只走吧 我看不出没眼高低呢 你说哪有他这样当爹呢 姐你说小龙跟永强好好的你这 这人都怎么了呀 你们都发生好事都不过了呀 行了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不哭了 董事长这个你就放心吧 一切我全安排好了 你怎么训练呢 就是从大门口到中间这环节 完再到到咱办公楼 一共三到抢了 他有时候开车来 你船得快 这没问题 那就都飞猫腿收收的 我们这楼下已经实战演习了 好几遍了 老刘正就好了 是吧 以后他杨小艾不来 咱就随便说了 这你这整男俩的不遭罪呀 随便提 歇大脚 歇大脚 脚得贴了 他来看了 是不是 给他看了 咱俩随便提 是 哎呦 杨总来了 杨总来了 杨总 杨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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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刚才看见我都跑啥呀 做军事化管理嘛 挺好 你们董事长在楼上吗 在 在 在 不在 在 没看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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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我自己上去看吧 来啊 那个 杨总 行啊 报 报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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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谁来了 杨总来了 你把帽子戴正头 是 他刚才卡跟头 我跟你说 老刘啊 挺好啊 你看看超级忙慌上来还闹屁多 报董事长 报董事长 杨总来了 以后就应该这样 一露头你就给这么喊 好不好 报董事长 报董事长 来了 你这是 来了 什么玩意儿来了呢 知道了 明白不啊 训练得很好 对 嗯 这咋还没头儿呢 杨总 你那筋店最近效益怎么样 筋店 挺好啊 你有啥事吗 没啥事 就俺们全山庄的人 都挺奠心 你们筋店的筋条 不是精英 就关心关心 谢谢啊 没事了吧 让我上楼了 杨总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 这 这 牙 我牙想上了 我 我以前是活牙 董事长说 怕影响山庄的形象 就花钱给我想了一个考词的 能拿下来 要不给你拿来看看 不用不用不用 挺好 没事了啊 那我进去了啊 那 杨总 那个就是 你对我们山庄保安这一块 有什么意见吗 保安 嗯 没意见呢 训练 训练呢 啊 就是杨总来了 也是在演习 训练呢 这 不是你找的就是什么人呢 这这这这 好来话听不出来你说 不演习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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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说老刘 你这这这这这这 你说这个山庄 你都知道我怕这个杨小燕的 你说任何人都敢来吓唬我了 这磕磕巴巴的 这这这这 缺带心眼的都可以吓唬我 这以后我结婚了 这还有好吗这 这这人不行 别用他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别干了 报头长 报刘总 来了 什么玩意来了来了的 知道你这这这这 都不都夸你了吗 说你好吗 谁让他干了行不行啊 我开除你了 走吧 什么玩意儿你这 东长我错了 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你 你回家吧 好不好 我以后我不报告去 我怕惊吓 好不好 我不报告了 我好好站岗 就是来人不来人我都不报告 东长 陆总 给我这机会 给你开除了啊 走吧走吧走吧 我受不了你这个 东长 你能不能再给我这机会 你能听我话吗 啊 你能听我话吗 能 然后转 你听话吗 啊 听话 然后转 起步走 来了 你那我都来了 这什么人呢 这什么人呢这是 这什么人呢 不笑不得你 你这都 你哥哪找去 你啥亲亲呢 是你熟孩子吗 啥呀 王云表亲呢 不没别的事了吗 啊 我要上楼找你们东长有事 哎呀不 活牙子 你你站直流的 你一天站岗特别不认真 今天杨总都来了 你这不有损咱们保安队的形象吗 我这不站得挺直的吗我这 你直你肚子收起来 是不是杨总 你看我 你看我往这一站 跟他一站 就两种感觉 是不是 我就比他直了 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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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好 咋的了 你这哭啥呀 工作上了 你到底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刚才你们来了吗 嗯 来我上那个上楼上 包括董事长还有 还有刘总 他俩说我骗他 说我是 火 火 火爆军情 刚才说还要 开除我 你说你 我过来了 你还和董事长回报什么呀 是 是董事长和刘总 交代的 说你要来 必须跑 跑步前进 活度前进 上楼上去报告 董事长 董事长这么交代的吗 嗯 我说还要 开除我 让我求求你 能不能跟董事长和刘总说 别开除我 刘总求你 行行行别苦了啊 嗯 那你们先忙着吧 我进去了 你给我 这苦了啊 开除就开除 又是 开除就开除呗 刚好 我开除了 你俩 想到队长了 是不是 你都可没药药药 药药药 你说王云生疏热药 你说你超心不 不一直控制吗 这不是 没生吗 再生什么保安队 出 啥时候来的 刚来啊 这怎么不进来呢 这不是刚上来吗 来来 方便呢 没有 我就跟董事长 董事长回报工作了 这怎么我来了 还让保安在楼下拦着我呢 怎么安排不让上来呢 谁没说不让上来 啥时候说不让上来 老刘我发现 你工作怎么越讲越被动呢 小燕来了 怎么她还不让上呢 没有啊 这这 这不是你定的吗 我我定什么了 不是 我定的呀 我定我就说啥呢 我就说山庄呢 完了只要发现 小燕一来 完了就是那个保安 保安就就就就就回了报告我 完了我就跟董事长就 老师啊 哎呀 你坐呢 我不坐了 这怎么刚才那保安说你要开除他呀 你用啥开除人家 谁说开除来 能不能不装啊 人都说你俩让他看着我 看着我干什么 不愿意让我来山庄啊 你要不愿意让我来你就告诉我一声 我以后就不来了 没有呢 他欢迎还欢迎不饶你 你只要还能不让你来呢 我发现你现在最近心眼怎么越来越小呢 你老挑礼 你别这么找茬人 你就就越对你好你越 能这样呢 我是挑礼吗 这我上楼你们故意安排保安 拦着不让我上来 那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们没啥事 这无助俩拿那礼物也没人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就是安排好说是他搞的个活动 训练 那个你来了你马上报告 我们提前做一下准备 或者是略队啊 或者是打标语啊 或者是怎么回事 欢迎啥的 就这么定的 可能他就正演习你来了 我们以为是假的 结果你真来了 就正事吗 那行 那那那 就算我误会你了啊 以后呢 你就让保安在门口 安一个 安个警报 我一来他一拉警报 你这边就知道了 这还省事点 老刘我跟你说 这杨总提这建议挺好 对 你省这左一层右层报告 一拉一拉 行 你们眼睛啊 我先走了 你干啥去呀 你说 你说我怎么办 不知道 我说 你告诉人姐的点啊 我说你 那你那人干啥呀 这走啊能回来吗 我说那咱也不能去结去 你说你刚才你 你也发火了 你再去结 那现在你太男人了 你说我这 做这么大采业 你就就他 这暴脾气就搞他面 就发不出来了 你说 每次你都干嘛 看出来了 他能走不 不能 能不能回上海去 他回上海那得有个过程 那他回去他收着箱子 这啥的 那我觉得 我给他打电话吗 别打 我觉得这这事得沉着点 是不是惯你呢 不是 他不是惯的 那你说我咋整呢 咋整啊 我看哪 就是硬得不行 咱就以柔克岗跟他 你说我 我这智商怎么这么低呢 智商啊 就对付不了他呢 恋爱中男人智商 听他们说说是零 我现在零下我感觉 你 想个招呼董事长 没有过不去的那啥 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董事长你 就我问你啊 就是 你说现在养小院 最关心的是谁 应该是我呗 错 那你呀 你关心我干啥呀 那咋还错啊 你都不关心我 关心谁呀 不是 我说他关心李秋哥吗 不是吗 对他还分一半的 是啊 他那那女儿 那李秋哥最关心谁 他妈呗 他不就回来了吗 李秋哥最关心的 就是王天来 这啥意思 咱现在啊 就在王天来身上 找个图包 啊 可王天来关起来 你那抓起来 那李秋哥不急了吗 不是关 你说你 你现在你这智商 这真是灵动啊 给王天来 现在不他 他就普通员工了 咱给他往上提提 让他当领导啊 对啊 李秋哥不就高兴了 李秋哥一高兴 一样下高兴了 你想想这事 你合计合计 老刘你这智商真是烈啊 那我去智商 我曾也上来了 我去智商 智商行 爱情就不行了 就按你说的吧 行不行啊 行 那你这事得拟定 到底是 是给是 是怎么提啊 是啥 王崴子部门提 那 我考虑考虑 行行行 你也考虑考虑 我这我人上 我哪能下残余 天来呢 那我这儿 行 嗯 行了 别上我了啊 一会儿你就不行 你就给打电话啊 我 你看看能帮我打一个 看他搁哪儿去 那行 我我我我我问问天来去 没事 那我去你 常规啊 啊 我怎么感觉你没说清楚呢 不小梁 我都说三遍了 你还没听清楚 你是不是有意刁难我呀 我没刁难你 我真没听清楚啊 你要是想要我给你出证明 你就给我说全了 说细节 细节细节的 行 我再说一遍 听清楚啊 嗯 我跟苏玉红第一次接触 是在理发店 嗯 那天天气呢 是晴 阳光挺灿烂的 当我走进理发店的时候 理发店里有两个女的 三个 三个女的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你来干啥来了 买啥呀 我 我来看看大姐 看我个人啊 是不是来看我笑话来了 不 我哪能看你笑话你大姐 你看这话呀你说的 我现在看你现在心情不好 就惦给你 以前哪 你和常贵没分开的时候 他是最心疼你的 现在你俩分开了 你知道全村谁谁最关心你不 谁呀 我 我 给我一边去 我是个热心的人 善良的人 那么天我就等了我擦着一会儿 然后我就继续等 不是你就编吧 我要编我王八蛋 不是你能不能挑点主要去 你就说你俩怎么开始的 开始是简单 都走了之后屋里也没人了 我就过去了 小红 我先给我盖上了 背呀 理发那个委屈 什么玩意背背的 谁剪头发盖背呢 你不小梁 我发现你一想东西 怎么都老我别处想的你 你说你 我都给你买礼物了 啥呀 手指啊 不是 这啥玩意呢 离婚指南 父亲给我买借干啥呀 啊 赶紧拿走 谁也看谁看你 刘能啊 你看这书来 刘能 刘能 你掉里头来 我划你呢 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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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头告诉离一次怎么找对象 离两次怎么找 你就是离个七次八次的 经过她的指南 你都能找到 为啥叫指南你知道不 为啥呀 就是 你们受伤的女人 都得指着我们男人 刘能你损不损呢你 你赶紧给我滚犊子 要不然我就给你扔出去听见 刘能你咋这么没有眼力见了 这啥时候呢你没长心呢 您这刚离完婚 万一给送什么离婚指南 你来干嘛来了 来看笑儿了还来祝贺来了 王云你怎么能说这话 害我来祝贺 我是那种人吗 我就就王云 就这本书你看看都有好处 万一你哪天和刘大脑的离婚了 你看看他 都对你有老大帮助了都 上来我看看来 你看你看 哪有你那么说话呢 说你太 狗子 狗子 你上这咋的呢 那那不是我那个过来看看 你不上厕所了吗 是不是路路过这儿吧 是什么样的 进去看看 没事咱走吧 站住 你往哪儿走啊 你往哪儿走啊 你干啥的 你走咱 整起来 整起来听见吧 给你拿回去快 快去一边去 不是这啥呀大脚 你家刘能给我买的 我没要 你自己看看吧 你看这 怎么没 没啥 给你吧 你就看看 离婚指南 刘能你真行 你咋想的呀 你说大脚刚要 你真行 走回家走 回家 你说你审不审 你家刘能都审透了 我告诉你 你个缺德 大姐 对不起啊 我说人家离个婚 把他忙活够呛 啥玩意 生气了 缺德玩意 这回你听清楚了吗 我怎么感觉还不详细呢 一点都没落 我想听的咋没有呢 那你想听啥呀 我 算了算了 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啥时候想全了你再来 我想听的是事实 我说的都是事实 就你这态度 那证明我就不能给你写了 你赶紧回去好好想想想啊 那你 回去啊 我说话不好使啊 好使 你现在说啥都好使 什么好使 嘴硬 你这大脚之一人也是这脾气啊 就是 站起来 站这留着 行 猫子在下来 那边 行 这这这这 装啥也装啊 啊 哪本破书 离婚之难 背着我 偷三摸四的 给卸大脚送去了 卸妹去了啊 灵力情了吗 啊 人家给你屁眼出来了 啊 你瞅你 你 当时这么大脸蛋子 不红不白的 啊 我替你脸红啊 我替你害臊 替你磕磕 替你磕磕 你能不能把音量调小点 你说你这连珠炮似的 我也插不上嘴啊 你你你听我解释老伴 别生气啊 来来来 别别生气老伴啊 你说 这怎么回事老伴啊 其实啊 啥意思也没有 你想想我就 咱们正大碎出来 还有啥想法 我就是行的大脚现在这个时期吧 能用上这本书 我就顺手给她买了一本 你说 就冲心啊 也就是为人们服务啊咱那是 你服不服务我不管 啊 你藏书干啥呀 啊 你就告诉我 大脚用这本书 我能咋的呀 你藏起来干啥呀你啊 我我藏起来 对啊藏起来干啥 问您的 是 是就是 这是一本离婚指南 为啥把它藏起来 就是 我就怕你看着 你说你这么聪明人 你说你在里 该里面学点东西 你再把我揣了 咱俩再一离婚 你说我上哪找你这好老伴去 那我 我到时候我班时候杂天 我也找不着你 你这么好媳妇 是不是老伴 别别别别生气了啊 是心里话吗 那我还能骗你吗 是不是 再一个你说就 就是这本书啊 我怕你看着 我说我买这书 怎么着 你要给我离婚呢 你买这书 还怕你误会 这好几方面我心 我就给他藏起来 别生气了老伴 行吗 别生气了 你瞅老伴你瞅你刚才那脸 那也太恐怖了 给老伴累个 累 累个 去一边去 行 别生气了啊 那个我去做饭去 行吗 我告诉你啊 别放着好日子不过 这个事呢 你就送过去 以后再有这事 我饶不了你 行 行 记住没有啊 那还能记不住吗 在你这么严厉 深深刻的教导下 我能记不住吗 记住 记住了 是吧 别生气了 老伴 我要去给你做饭去啊 去吧 老伴 老伴 咱不看这书 这这 这不是好处 离婚只拿你去 我当产活给他烧他 去 去 爹 来 看点事吗 嗯 跟那儿我就挺呢 上上大了 妹 给你 喝点水 嗯 这台也没啥意思 那看哪个 我给你找一下 那这台 这 还有二频道 一会儿这台有个栏目 专门找朋友 还着急上班的 不是我 不是 你看看 我没着急啊 你是不是看我吃闲饭呢 是不是 爹 我吃闲饭没让你养我 我闺女上班呢 爹 没别的意思 你说 就是秀不养你 我也能养你 那你干啥呀 还说我们俩现在 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你也没上班啊 但爹那咱俩可不是一个情况 怎么的 你看我是辞职了 是有班我不愿意上 但你不一样 你是想上班 也不让你上 谁不让我上啊 啊 你说的话这么难听的 那就没嘴 明儿我就行官服原职 哎呀那可挺好的 那全家都为你高兴 但现在现实情况 可是摆着呢 不可能那事 啥情况 啥情况摆着呢 你说你那个事 你说这怎么能让你回来 我啥事 我啥事用不着你说 不过 我说我也不是说你 你还想说 他说啥呢 啥事啊 没事 做饭没有 没说呢 我刚进来嘛 这话也你说的 你刚进来 我早进来就该我做 是不是 不是爹不是说那意思 你一早进来就得你做 你说我来跟你倒水 过来跟你聊天 怕你闹心怕你上火 你看 你这是怕我闹心吗 你是判我闹心吗 我自己看电视看挺好的 这么你进来以后 你瞅你 你爹你挑鞋脸你 听见没 我挑什么鞋脸我 我别吵嚷了 我也没吵嚷 你少说两句吧 这话还多呀 你没事今天就咱俩白了 就只要吵嚷是不是 那你吵嚷吧 我走了 来媳妇饭呢 行 该 行 行 你干啥呀 就是你还没吃饭呢 我吃啥饭呢我 气都被你气饱了 吃啥呀 还气都气饱 话要你说的 我告诉你 气就是气 打个阁收就上来 但他不顶饱 李大国你要不要脸啊 我都气成啥样呢 你还说风凉话 我告诉你啊 这个副厂长 你当也得当 不当也得当 你要不当的话 我以后就不搭理你的 那我问你 你说是当厂长好 还是在家陪你好 当厂长好 男人就得有事业 你要没有事业的话 咱俩拿啥买车买房啊 什么叫幸福你知道不 幸福不是有车有房 有事业 这不幸福 最幸福的是 在家天天能陪你 这是最幸福的 天天在家喝西北风啊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你跟我爹两个大男人 天天在家待着 我一个人在外头 挣钱养活你们俩 这叫幸福吗 那我也没说我不干活啊 那你不得给我时间吗 我现在啊 正想找一个什么呢 既能天天上班挣钱 还能晚上天天回来陪你 我不需要 我告诉你啊 这个厂长你当定了 你要不当的话 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媳妇你干啥去 还能干啥 回屋呗 你看 你看 是不是还加温暖 多好啊 这家让你闹的 冷冷清清的 一点人气都没有 那怕啥呀 我告诉你啊 用不了几天 咱家的人气 比以前还旺 你可别给你打气人了 别看 哎 你干啥呀 你这没喝完呢你 哎 你吃了 你吃了 特地啊 快吃饭吧 啊 杨夕给我蒙给气的 吃不下去了 你们吃吧 蒙啊 你吃吧 我不吃了 你们两个吃吧 你们两个吃吧 蒙啊 生气归生气呀 你真想给佑强分开呀 妈 难道你没看出来 感情不是一厢情愿的 如果永强要是不想我 他早就来找我了 到现在 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 不散还能咋的 你说永强这孩子 是不是也误会了 蒙啊 听妈的 要不你先给他打一个 啊 随他去吧 永强 还犹疑什么呢 走吧 找小萌好好聊聊 我们一块儿去 正好我也想去看看清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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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班是不行 咋的 你这小梁咱说 那用啥不相信我呀 我都说多少不行 好像是有啥漏的地方 跟我说用吧 喂 王哥 有事吗 可不有事吗 那个今儿我见到小梁了 小梁给你出证明了 没出但她答应了 答应了 你给她啥好处了 她答应给我出不出 她附加个条件 非要把咱俩这个认识的前后 经过跟她学一学 那你讲了吗 讲了 讲了很多遍 可她就不满意啊 玉红啊 我 我你俩不这声呢 我没说明白吗 咱俩认识 也没有啥特别的呀 就见那几次面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还想让我说啥呀 王哥 小梁是不是有啥别的目的呀 好奇呗 她能有什么目的呀 你听 你爹不跟属于我 你说还怪我妈要跟她离婚呢 就帮我回忆回忆 咱俩的认识前后 你看 又该闪开美好回忆 这事对我太重要了 玉红啊 好吧 你以后再说 那就好了 爹 谁呀 一个熟人 和你久没见面了 去聊聊 是我们都听着了 不是一般熟 李大国别说话 回屋 好 点事太背 你看着呗 现在你爹不说实话呀 行了行了 你闭嘴吧 那你老跟我接着就是干啥呀 那我不说你我还能说我爹呀 那就是他不对嘛 他再不对他也是我爹呀 也没你说的份儿 行 我不说 做一个好男人 行吗 你说老公多好啊 不惹你生气 对吗 睡觉吧 洗脚去 那你事这么多呢 你洗脚去 快点 你着急忙慌干啥呀 勇强过来了 陈云南也跟过来了 他来能咋的 告诉小孟 不见 啥不见呢 我不能听你的 小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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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勇强过来了 小孟 陈云南也跟过来了 好 我听着他骂我了 小孟 小孟 孟 话咱可跟谢管婚家都说完了 你自己把握点 知道了 爹 小孟 小孟 你把门开开 那男呢 进来 好 勇强都来了 你就别生他气了 小两口有什么话 受不开呢 那什么 我去看看清明 你们慢慢聊啊 小孟 我爹他就那脾气 你别在意啊 好 宁静 你听听他说那话 能不在意吗 你晃有啥呀 我正在思考 思考 思考咱家的未来 就你的脑袋思考出啥未来的呀 你脑袋里那点玩 抠桌喂猪猪都不吃 你说这傻话呀 我告诉你啊 只要永强跟他一离 咱家讲来的日子 好或者是坏 全靠我这大脑 你长大脑了吗 头发不算太多 但是里边祸可不少 智慧 江湖 睡觉 我跟王冰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只不过是王冰的设备 对我来说还很有用 我才去看一看 咱能不能不提王冰 我提他怎么了 啊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提他 你说因为他 咱俩都出土了事了 你一点教训不吸取吗 我跟王冰从来没做见不到人的事 你爱咋想咋想 我让你别提王冰你怎么老提呢 小萌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在我面前你别提他 你愿意提你上别人面前提去 我跟谁提呀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咱能不能不吵架呀 我也不想吵架 永强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跟他有什么事 永强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那天在城里回来 我都看见你俩在一起了 我跟谁在一起了 我那天是跟他恰巧碰上的 我和王冰一点事都没有 不是现在不提王冰 你是不是说不了话了 那行 那咱就别说了 小猫 好 喝口水吧 永强和小萌怎么样啊 这会儿人聊着呢 有点火药味 还是咱俩好啊 从来不吵架 那是因为我脾气好 那是因为我大度 你少臭美了 秦明 你说我俩以后到底怎么办 那就得看你是 想长期在象牙山工作呀 还是 想回城里 我听你的 你说 回城里吧 我觉得城里的工作适合你 不瞒你说 我们单位最近也少让我回去呢 不过 我还没想好 为什么 永强的公司现在特别忙 我也没好意思跟他说 那就等他忙完这一段时间呗 嗯 也只有这样了 你有脏衣服没 我帮你洗洗 你说你这个孩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这不一点记性也不长呢 那王冰就是咱家客行啊 躲都躲不过来呢 你还去找他去 我看这事啊 归根结底 就怨你 那怨我就怨我了吧 大爹啊 咱家小莫这样事的 能不能真跟永强里一样 你问我干啥呀 问你闺女去 我这一天呢我 闹死心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 李宗盛 你个孩你嗨嗨的 你还不睡觉啊 这么大的事压在我头上 我能睡着吗 像你这样心那么大 你自找的 这都是命啊 还要你说你啊 只要有一口气 你都得折腾 这话你可说对了 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不有那么句话吗 生命在于折腾 那你那么能折腾我问问你 永强和小萌这事你怎么折腾 你给我闭嘴 以后别老永强小萌小萌永强的 他俩名别放在一起 我告诉你啊 从王老齐那天踢我那两脚 完事又扔出一句狠话 说愿离就离 打那一刻起 王小萌就不是咱老谢谢的人 以后你要再敢提这仨字 你记住别说我跟你急眼啊 老头子 就这么长时间嘞 你就没总结过 就你老这么折腾 哪件事你折腾明白了 是不是越帮越忙 孩子的事啊 自个儿解决吧 咱就别管了 我这不都是为了永强好吗 那吴峰还不起浪呢 那你说他跟他王兵 一而再再而散的 那别说永强啊 那高谁谁也不干呢 何况咱这家庭 能罗纳那种人吗 老头子 那万一要是个误会呢 你得听人解释啊 自古以来都听说 谁家婆媳不合 你瞅瞅咱们家 反过来了 从打小萌进咱们家门 你瞅瞅你 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咋的都不对 你说万一他俩真离了 你上哪找那好人媳妇去 一百个离也挑不出这样的 你还别说那话 我用不着一百个 你信不 十个里头我就能挑出一个 就比他强的多的多 最起码对永强 那得是服服帖帖 百依百顺 周周到道 就你这么挑啊 那永强就得打光棍 乌鸦嘴 遵你叫 你还不睡觉 你干啥呀 思考 你说给王天来 几个干部 谁多大啊 我是那么想的 就是关于天来这事呢 就是给他安排这工作吧 也别太大 也别太小 多大啊 不是 我是说你 大了吧 我怕他生日不了 小了吧 怕对杨矮延 就没啥刺激 对他 这样吧 让他当山庄的副总经理 给你当副手行吗 这 这定的 小吗 大了 定的 大了 对 跟你下班工作 没大过你 不是 我不是说 大不大过我呀 我是说你 王天来 他哪有 工作经验呢 哪有领导能力 你想他就一个普通员工 你急下给他提个副总 这事 你让别人听 谁能服啊 他不能服众啊 这事 不是这个主义部 你提的吗 给他当一个样业方 小样是激动的事吗 不是 样业是激动 是 那这 你就稍微提一下 这样业就激动了 那能激动吗 但是我觉得 你说董事长 你说我跟你二十多年了 你说完了 你说 我这刚当个总经理 你说他这小某孩子 你咔嚓你就一下 给提个副总 那给你提董事长吧 那我哪敢的 董事长那永远是你嘛 那你这不接了吗 那比你小 你说你怎么还 主意是你出的 我出是我出 但是我觉得你这定 确实有点大 因为 不是 这公司 谁说算呢 那 但是你说 你说了算了 我说算就正定了 不是 董事长 你这事儿吧 我觉得你啥事儿吧 你还是 慢慢你再考虑考虑 这反正他有 他有个程序问题呢 你不 你别一下子定了 完了你这 这不好改呀这事儿 改啥玩意儿 说定就定 说改就改 这公司我呀 就这定了 那董事长 你就就关于 王天莱当副总的事儿 你就不改了 还改啥呀 那董事长我对你这事儿 有意见 有意见提 提呀 嗯 那你就重色情有 我愿意 你说谁呢 不是 你看 你可不就是 重色情有 我这么大 我都五十岁人了 我现在连婚都没结上呢 我怎么重色情有 我不会考虑我自己 我考虑谁呀 你都快快快有小孩了 你还 不是 董事长 我跟你说 说心里话 就这么些年 安全马后的 我希望你都十几年前 你就结婚 我这结婚期现在有货吗 人家不给我解 不是正是我着急 你给我出个招 说这个准着吗 我才这么做的吗 那你准着 你这就要提大了吗 这不是 什么大小的 就这么定了 二咋咋地 他重视情有 那是你说的 那行 那既然你要 你这么定 那我 我就啥 那我就辞职 你拉硬呢 还拿把呢 我 我的不是 那我干不了 你真 这是真心话 我跟王天来 我不能 这 这什么 在一块提 他俩 我跟他不行 你比他强多少是吧 那管理上 肯定我比他强啊 你这样子 你们都实在亲戚 你们这 你咋还这样呢 不到团结 不是 咱提王天来 为了啥呀 刺羊羊 刺羊这不就得了吗 他多大官重要吗 主要还得你管事吗 不是 那你 一直你说山庄嘛 他都有一个一个 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嘛 你他上来 他能行吗 到时候 他上 上哪 他没上你脑子 他上哪去呀 他不归你管吗 你怕管不了他 不还有我呢吗 那董事长在这儿吧 那既然你都决定了 那我在最后 再问你一句话 我跟曼他来 你是要他还是要我 我要杨小燕 我要你们干啥呀 你跟我结婚呢 行 你再见了 你啥意思 拿一把 还直直 我就不找你 谁都能拿着 谁都敢跟我拉音了 这公司 再来着大伙子 我就记上 我指定不找你 姐 啊 请教会儿 嗯 嗯 叔叔呢 爱睡啥 中午 爹跟你坐 不用了 我中午不回来了 哦 来 谢谢 坐 你 叔叔 咱 上午不回来了 要 带着它还没意思 一向是 许进不许出吗 你看找工作那个 哈 不知道 你是说看着好玩的 就找对象那节目挺好 没加 行吧大伙 你这是爹缺少少啥 没工作你让我看早工作 这没媳妇怎么得 你还嫌给爹琢磨个媳妇 你看 爹你啥事都往自己身上别想 这不是我联想啊 我确实缺这个啊 完底就让我看到个啊 我说我爱看嘛 咱们这秀不适合你了 另选一个 爹你要这么唠壳 那咱俩不越唠越崩了 唠崩咱不唠 可以不唠 你干啥呀 干啥我走 我认为爹你 现在最好是不老出门 不该见你人咱就不能见了 尤其是那些熟人 我现在就 就就去找苏伊红娘 熟人不熟人 不叫爹 刘总 刘总 你咋不理我呢 刘总 小李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要再叫我刘总了 为啥啊 为啥啊 刘总 你要当董事长了 那可不敢勾唤 我辞职了 辞职了 刘总 你干得好好的 为啥要辞职啊 你不会是因为我吧 我还真为你辞职 我倒觉得都值了 你不认识 你王前来那小子 觉得刚才董事长告诉我 这王前来当咱们山庄的副总经理 他凭啥当副总经理啊 你看看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呢 不光我认为不行 你说也认为他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刘总 他连病他都看不明白 还当副总经理 就即使他能把病能看明白 他已经能当副院长 这不现在成啥呢 外行领导内行 咱山庄照这么一下就完了 刘总啊 他就算当副院长 他也是个精神病院的副院长 他就进精神病院了 他充其量去当个病人吧 他呀 啥好事到他俩嘴里就别坏了 我损你 小李啊 我跟你说啊 你别为我难过啊 你那还年轻 前途无量 其实我觉得啊 山庄这副总啊 就应该你来干 刘总 不瞒你说啊 我也一直盼着闹那么一天 不过让汪天来给抢去了 刘总 我看你还是别辞职了 你说你要再保 我还能有点希望 你说你要走了 我这以后可咋办呢 没事儿 我现在呀 就是跟王大拿较较较劲劲劲 辞职是假的 等我达到目的我就回来了 明白了 刘总 你这就是用了一技 明白了 我告诉你啊 我刚才跟你说这些话 千万不能让汪天来知道 必须的 刘总 行 那我走了 行刘总 那咱俩以后有事儿 就电话联系吧 不让我知道 我都知道了 放这灯箱后边啊 慢点儿来 来 姐 今天盒头还挺好的 嗯 姐 长官 不看他 看他干啥呢 头发梳得可立着呢 跟我有啥关系 长官 干啥去啊 上哪儿玩去啊 哪有空玩啊 我现在一个人 不习惯 我现在抓紧把那人 找个人 你有事儿啊 我没事儿啊 没事儿还不中问问呢 没事儿少跟我说话 不是 王长官 你咋这么说话呢 我得罪你了 不是 我现在那个什么嘛 我不有病吗 状况不好的传染病 这样万一给你传染了 咱俩又说不清了 是吧 看你这事儿有病了 你是不是有点发烧啊 你 广坤呢 广坤 你不干活你干啥去 我已经决定了 在没整明白永强婚事之前 我啥会儿也不干 你呀 就瞎折腾 你再怎么折腾 永强也是跟小萌最好 你给我闭嘴行不行 我告诉你以后不要给我提他 你怎么还提呢 我乐意 干干活干活啊 我还得找人伤了伤了去 广坤 广 干活呢 啊 干活呢 老徐 老徐啊 我正找你呢 找我干啥呀 这永强跟小萌这不要离婚吗 我先找你伤了伤了永强的婚事 你看你爸妈再给介绍个对象 那孩子还没礼呢 介绍啥对象啊 你没礼 你当爹妈的心里不有数啊 什么事不得提前做好吗 郭坤啊 这事你还真别找我 我明白啥呀我呀 老徐 那你说咱们那个村 刘能我不能找 王老齐我更不能找 赵四我找跟没找 那是一样 你说我不找你杀了 我找谁杀了呢 这事啊 关棍党 我不应该说你啊 你知道你那头发咋掉的吗 咋掉的 你这都是用脑过渡 永强那孩还没理呢 你这介绍对象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你太有才了 我都扶你了 那不对老徐啊 那你说什么事 咱们不得打好提前链吗 这事你还真别找我商量 我不明白 老徐 你看老徐 我这话还没说完 你老招忙走 你要干啥去 大脚子不离婚了吗 我琢磨着去看看去 老徐啊 你 肯定能成为一名好干部 肯定比王长坤强 别跟他比呀 那都犯错误的人 不是 我就是 我说句那意思 你肯定能当一名好干部 大脚子呢 应该去看看他 而且啊 我倒觉得 你应该主持大家一起去看 这样显得你关心群众 有这个必要吗 有啊 他有了 是吧 关键是 我组织 他们能不能听我的 你现在是咱们村唯一的干部 他们不听你听谁的 再这说了 我不早跟你说过吗 那不还有我呢吗 行 咱俩先去谁家啊 这头一家呀还至关重要 必须得找一个听话的呀 我看干脆啊 咱就上老四家 老四比较听话 咋摆了咋事 你说呢 那行 咱俩就去老四家 走 来 岳父 我这么叫你买衣服吗 岳父 你再说一遍 岳父老丈好 这咋 这俩虫呢 到底是老张还是岳父啊 他俩是一个单位的 就岳父大人好 岳父大人好 听中听 早早不这么叫那孩子 董事长对我这么好 我再不这么叫的话 我就不是人了 你咋突然管我叫声岳父呢 是听着啥信啊 杨阳那头有信吗 是秋哥跟你说啥呢 主要是你不要提我为副总经理嘛 可哪听着的 山庄都全变了 我也没往外说啊 你没说吗 就刘大脑自己知道 你咋知道呢你 不 你定的吗 是有想法 想把你提起来 提起来你也应该明白我为了啥 是吧 但是你挺聪明 进屋就把称呼给我称呼出来了 算你有远见 但是你没有公布 还要继续保密 你看看 这么年轻 把你突然提到副总的位子 肯定都会有意见 咱就不说别人 我说了你别往外说行吗 我不说 你给我 坚决不同意啊 要辞职啊 所以说这事我定不下来啊 你告诉你姑她们呢 跟她做着工作 你说她这一走着 你对她山庄 损失是很大的 我也不能为了 这 你妈这头 你说就把你给提起来了 这也不好 余父王 你不能听我姑父的了 真的呢 你要信她的那你就中她忌了 你根据啥说 我听着她跟小李唠嗑的这 她说我这我这是一忌 这么说的 真言 那可不真的吗 你赶紧帮我提了行 这提了到时候这山庄 我一天给你整一样 一天一样 一天比一天不好啊 好啊 一天比一天好 你呀做好准备 如果她这要是一忌呢 咱也别扯扯她 是不 她这要是回家了 你这头呢 你要好好干 干出成绩 让人看看 是不 无论是在公司的所有人面前 在李秋哥呢 在杨小燕呢 是不 你要给我做做脸 是不 那我得我得 得好好说呀 那你俩这头发长得像鸡窝似的呢 这新款 今年新款 烫了干啥玩呀 你要当副总的话 你你头行你得改一个 你这扎我头的你 不理着啊 这就好像帮公司似的呢 我到时候改 嗯 那个 你就别听我辜负的了 她就是官民 那我回去听信 岳父 你也别着急啊 嗯 慢慢来 这提杀母是有程序的 咱不能突然就把你提上去 一点一点来 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别张扬了 好不好 哦 嗯 岳父啊 回去吧 跟岳母的 老提你的老 高兴了 这你聪明 啊 秋哥那边回头上课 得上药 对 哦 用啥提的 和我这着急 对 对 这好省啊那是 我走了 以后怎么走呢 这冷不定 还不行呢 不会呢 没着急了练练 赶紧 哎呀你就正常走吧 你得是啥玩意 不会了 官迷 这比刘大脑还官迷呢 哎呀 这当官用来真大美丽了 你说这都愿意当 不管多大官都想当 走 走 老四 哎 哎呀 哎呀 你俩打算闲着 啊 你就找个就下地干活啊 啊 下地 哎呀 你俩来 可可可 一起来的啊 啊 这不一起来的吗 我我们 这农民 不就得干活吗 是不是 谁 咱哪样你还能 倒倒倒那山坡 哈哈哈 老四 一定有意思 我跟老四啊 今天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啊 这我这 这还用介绍我 你就开玩笑 这我快去嘛 哈哈 你看这徐快去你是叫不了几天了 下来了 不是 什么下来了 徐快去马上要当村主任了 啊 啊 那我就 那你们来 是什么 用钱呢 用什么钱呢 主要是用人 这不徐快去刚上任吗 第一次主持工作 大脚那头这不离婚了吗 徐快去主持大伙一下 到那去看看大脚 那都一个村里住的 嗯 到那慰问慰问 那 不行啊 啊 地里有活啊 整个这一咳嗦 地里就有活啊 不是 怎有活 不咳嗦 还是也也有 你跟我家伙事都拿了呢 管坤呢 看来 老四两口是真有活 是 就别叫你了 咱俩去找刘两口 不是 哎 老徐 你看老四 要说你吧 你什么你都看不出来 人老徐啊 马上就要当村主任 这是第一次主持工作 第一次到你家 今天第一个人找的就是你 你看你 你美面还给绝了 你这以后你等于上任 有些事 把你自己喝下去去吧 哎 管坤 你什么 我 我也去 你去这不就对了吗 你去去去去也行啊 别乱说话 还有 我 我用 我用 用换衣服 你看你 你看大点你换什么衣服啊 这也不相亲呢 快走吧 走走走 好 我们走了啊 哎 回来直接到苗圃啊 啥好事找着呢 哎 老徐啊 老徐 老四去了 哦 啊 我说我 我决定我那时候 我 我跟你们一起参加这次慰问 行 那咱走吧 那个 先等一会儿 刚才我听 听你们说要上 上刘能呢 你说 对啊 那要上他呢你 我就不过去了 我就直接上 大角呢 等你们 那也行 那我先走了 哎 老四啊 嗯 你看这么行不行 你啊 这么得到王老七家 你去找王老七去 哎 我找王老七什么用 你跟 你去找那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哎呀 我这不头两天 跟他不打起来了吗 你说 你说我去还能好使吗 您哪这关系处得还好 再说了 你这主要是替徐坏的工作 啊 那 那我通知王老七医生 是那样吗 行 那那我我过去了 那行 辛苦了四哥 这娃呀 咱俩上刘能是吧 哎 老徐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能呢吧 我也别去了 这你也知道 头两天上那 这不也打起来了吗 本来一刘能能去 万一我去了 人就不去了 这不就不好吗 是不是 林里之间哪有那些深仇大恨呢 不是我吧 我都没啥 我怕你刘能记恨呢 你说你啊 广哥哥 不是我说你 在藏着谱子你说 刘能刘能你没出号 王老七王老七你没出号 你说你跟谁还能出号 你 老徐 老徐 你要不跟我好好出啊 我看咋那也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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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不要 不要 行 等会儿 赞了啊 四个事 不要 等会儿 喂 谁呀 我呀 你谁呀 我是长棍 你要干啥呢 啊 那个 我就 跟那个小红的事 我先跟你学学 这回想清楚了 啊 想清楚了 那个我在你店门口呢 你干哪儿呢 你看我 我 搁这儿等你呢 还是 那行 你搁这儿等着吧 我这边得事 我啥事忙完了 我啥事回去啊 那个 行 小梁啊 那个 你不用着急 啥事完善啥事回来啊 快出牌 快点 好 老师弟 谁找了 我找了 谁没有 我 我 喂 天来啊 你最近都忙什么呢 也不给我打电话 出事了呗 出什么事了 出老大的事了 本来我的副总经理吧 位置都定下来了 那你流到脑子那儿 给我搅黄了 赶紧啊 秋哥 赶紧让你妈出马呀 你妈不出马 这是这对黄 我妈 管用吗 你妈说话好使啊 那你妈的话呢 就是真理 我多少听啊 说马是白的就白的 说马黑的 你得赶紧帮我整这事 天来 这事有那么重要吗 我告诉你 我要当日的经理以后 对咱家努力都好 你必须得帮我 那好吧 那我跟我妈说一说 好 不用说了 你快点聊啊 你快点聊啊 嗯 胃满周岁的婴儿营养配餐 鱼般游玩 一天一次 超过一次 对婴儿的 到底是几次 一次 挺好个一 让你一说呀 变成十一的 你那嘴说话 能不能说轻薄点啊 就你那口条 咋教孩子呀 你想跟我过这么多年 我的语言节奏 还不掌握呢 干 干活去 这天呢 咬 咬咬习惯去 老徐 这咋学习呢 活得老 学得老 你在家不学呀 也学 但不学这个 俺家孩子岁数小 等我抱孙子找着呢 这话说得对啊 这个事不是说想抱就能抱上的 也不是说抱就能抱俩的 咱们村也就是我吧 有这种资本 那赵次都得接着我光 要抱孙子没这样 有事啊 有点事 这不是大脚离婚了吗 我琢磨着 你也是村里的代表人物 想约你一起 慰慰慰慰慰大脚 这事行啊 你办得挺靠谱啊 行行 我必须支持你啊 行了 你别去了 你又不支持大脚 大脚活不了咋就去呢 这是村里的集体活动 你别人想去 他还去不上你 再说这老徐 重视老领导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去过去啊 丢人现眼的事 你少干点 你怎么 我刘能啥事干过 丢人现眼的事啊 就有史以来都没干过呀 老徐 你说是不 我是说是还是说不是 你要说是我就去 你要说不是 那你就不用我去了 那是吧 是 你看 男的 走了 走了 来啊 这几天小萌和永强 闹离婚 这事 整得我也没脸出门啊 要不咱就 我不去了 七哥 你怎么能这么想 那有啥没脸出门的 这谢光坤就看他那个小样 人都去了 七哥 你要不去 我怕别人笑了 你不去 我也不能去 说的也是啊 那我就去 去吧 他爹啊 光坤在哪儿 咱别去了 他在哪儿咋的呀 我怕你俩见面得吵吵 不能 有 我在呢你 他吵吵 我不熟着他吗 哎呀 熟着啥 再说也不能老打仗 一定庆节一回 打什么打 angel 娘 针红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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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出 出 四 王 大 两边 三个带两 可以大 想一样点吧 来给我贴 给我贴贴贴来来来 来 贴 来 宝月 啊 宝月呢 这火坑干啥呢 那我 快去看看 广坤 不是 你干啥 绕我半天了 你干啥呀 一会儿呢 我参加个集体活动 集体活动 啥事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还没过完子呢 不说辣子 公公来了 来了 还挺积极的你 家里那事都整烂造的 还除了啥事都参加 不是 你啥意思啊 我参问他要关你什么事啊 我家里的事乱套是我自己家里的事 公寓的事是大事 我这个人做事 跟有些人不一样 我是公司分明 那你那意思就大脚洗你看 就不行我看吧 我不是说不行你看 我 我这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哈 我要是你的话哈 我有个地方我都能钻进去 还能除了混来 那那皮肤哪里多厚啊 那老徐你听到他说话没有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跟你说 今天这活动就不能让他来 他来了 这活动就不一定顺利 你说你俩哈 一个村住这些年 那怎么还见面就抢 见面就抢呢 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行吗 我听你呢 我不应该来呀 怎么应该 我一看着他 我就气不大一出来 哎呀七哥你一样 你听我的 你就把他 当 当成空气 就当没有这木银 这就就完了 四哥七哥来了 大脚啊 大伙都来了 我这不是听说你跟成棍离婚了吗 怕你难受 组织大伙来看看你 别 别上火啊 我没上火啊 没啥事 谢谢大伙了 来吧 干啥呀 代表组织 代表村委会 向你表示慰问 谢谢啊 别上火啊 大家 我代表全村的老爷们 表 表示慰问啊 我用不着你代表啊 用不着你代表 行了 大伙别在这站着 都上屋坐会儿吧 嗯 走吧 快快快 咱把这帘子拿 来 走进来 回来 回来 一这儿坐着吧 等你吗 怪不得我这生意这么不好 都是你方的吧 说的 再好生意 你这大锁都一锁 还能怎么样 你坐着啊 晦气 怎么着想好了 想好了 想好了 这位可别落下了 再落下就没机会了 不能 我从头到尾 一字不落地跟你学 那行 给我进去吧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